亚洲电视陷入财政困难 股东拒绝继续注资 去年11月开始 一直无法预期支付员工薪酬 600多个员工2月份的人工 直到这一刻还仍未有着落 他说成家在五年里 都已经注资了现金超过20亿 差不多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呼吁股东注资亚洲电视 每一个人被逼发出最后的烤星 亚氏持有的本地免费电视牌照 今年11月就会到期 去年9月通讯事务管理局 曾经通知亚氏管理层 初步建议不会续牌 但也有社会人士为亚氏求情 最好救得生 不要一困打死他 我们一人一万元 包括我司机的照片我也支持 按照过去免费电视牌照 续牌的惯例 政府应该在牌照到期一年前 即是去年11月 决定逐不逐牌给亚氏 不过到现在 已经过了四个月 仍然未有任何消息 特区政府是根据既有的制度 政策和程序来办事的 提提你以下是六点钟新闻 一 generation 让我们资格所务 即是自己的 我们资格所务 即是自己的 我们资格所务 即是自己的 一日月的第一番 和你资格所务 即是自己的 木桂与肯 重落 我资格 套西元的构 鲁与肯 起以后 祢 顾誰 讲得最大 似我资格所务 请不可 期的构 至乎 陳啺光 由六一年开始 在此加入亞視前身的麗的影聲 在這裡做了超過半個世紀 卡片上印著終身榮譽員工的名銜 這個是藍色生死戀 當年我們引入韓劇 是到香港播映的 這個是創仙河的 環珠格格當年很轟動 收視曾經去到20點 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機構 留守在這裡 每個人都很支持亞洲電視 亦都是延續亞洲電視的精神 亞視近年節目產量不足 經常重播節目 甚至有一整條頻道 播放昔日電視台最風光的作品 我們不可以說是重覆的 這個叫做重溫 你在不同時間工作的人 都能看到我們的節目 這個是我家 我家 我家 就算他怎樣家到中落都好 但是他都一定會復興 亞視過去經常處於虧蝕狀態 不過一直都不乏投資者接手經營 是一個新的一年 1998年 林伯恩出售亞視股權後 投資者主要是內地商家 亦有本地外國商人 2010年 亞視大股東查茂聲 意圖賣盤給內地地產商黃晶 引發亞視股權爭議 第二大股東 台灣黃黃集團主席蔡顯明 最後告上法庭 在一零年是當這個王晶先生 進入亞視之後 我們其實是跟亞視這裡的關聯 幾乎是全部都被斷絕的 我記得他入股之後 我只進去過一次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在亞視的辦公室 好像也被 就是也被分配給其他的人了 台灣資深傳媒人黃保衛 代表蔡顯明 參與亞視管理層工作 他說過去在董事會 一直被黃晶一方排斥 對亞視的營運狀況 無法全面掌握 我們也是有資源很豐厚的 想要來好好正派的經營 可能有的投資人 是把擁有電視媒體 作為他這個 可能是他政治上 或者是他商業上面的一種 公關 哪怕將來只有百分之一的股份 我對這一段義工生涯 我也會覺得很值得 由於黃晶只是投資者 而不是股東 根據廣播條例 他對亞視並沒有控制權 但是他就透過親屬黃炳君 持有亞視的控股權 同時委派唐弟弟成品如 擔任執行董事 干預亞視運作 亞視因此被通訊局 寵罰一百萬 蔡顯明也基於亞視管理混亂 入稟要求法庭 委任獨立監管人進入董事局 法庭裁決要帶股東黃炳君出售股份 令他失去控股權 自此亞視 再沒有股東願意注資 解決財群 我們一直都很密切地看著 香港通訊局幾乎是三天兩頭的 就會出一封信來給我們一些警告跟提醒 蔡先生他現在是愛莫能助 蔡先生好像當初是被趕出這個家門的 然後沒有想到家裡就是破產了 把這個被趕出去的人叫他回來 然後來養家 在黃晶作為亞視最大投資者的年代 管理層決定大幅增加廣告費 最後令亞視走到幾乎零廣告的地步 平均都是加5% 但是亞視在一一年的時候 他們加到50% 比較起來都很厲害 過去兩三年 開始就兩度、一度 加價之後 計算數的時候 比無線貴 怎麼算都 他們也有說過 不要收那麼多客戶 就一些大的客戶 可能那些廣告就會突出一些 最出事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個免費的平台 其實應該要看那些觀眾喜歡看什麼 如果他那個節目的方向都是比較偏向一些小眾的話 其實我們就很難和他去計算數 出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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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廣告收入那方面 大不如前 變成我們真的要解決出糧的問題 還是解決製作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真的出糧優先 慢慢我們的製作就比較 側重了一些不需要太大成本的製作 這幾年 亞視都一直都在嘗試走一條新的路線 很多人就在說普選 政治 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現在我們多了這類型的節目 是好的 很多人就經常說我們是CCTV台 我們經常說做CCTV台真的不錯 有這麼大的廣告資源 就不用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就完全不是的 亞洲電視製作編輯 所有都是中立獨立的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 敦促全面停訪 俄羅斯總統普京就說 有情報顯示 羅佩慶是亞視新聞部資深的編載員工 因為被拖樑超過一個月 今年元旦決定依據勞工法例 向亞視提出自動遣散 要求賠償 我入亞視時有14點 我平均 賀手信諸惠山年代可以去到20點 現在是1點 新聞報道是亞視近年收視最好的節目 但是因為四年前 五報江澤民死訊 新聞報聲譽受損 那次五報事件真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因為每一個做傳媒的人都知道 你錯一次的話 那些人一輩子記住 亞視的新聞是不是正確的 還是假的 你們看亞視的新聞吧 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 即他不會在乎外界的批評 他也都不覺得那件事 對亞視新聞報的影響有多大 他覺得這間公司是我的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甚至是他不在乎違不違法 我就是不出糧了 那他就是不出糧了 我做了40年公務 我未見過一個這麼荒謬的情況 是否促手摩擦 不是的 大家都明白 我們是不斷的 我們是促速它 刺不刺銷牌照 這個最終是要行政長官 會和行政會去作出最後的決定 我們只可以是作出一個建議 很明顯地在處理這件事上 政府對亞視特別鬆張 他就算違反要求 都給他很久的 好像很無限量包 用一些慈母 梁麗娟認為 政府監管亞視 似乎顯得諸多顧忌 反映亞視在回歸後的角色 越來越政治化 變成一個政治花瓶的角色 就多於一個實質 能夠為香港觀眾提供另類選擇 即是節目另類選擇的一個台 其實對一個統治者來說 心理上覺得有一種安全感 至少他有些平台 可以作為一個發聲的渠道 譬如學問思潮他要批評 他覺得那是他合法地 我應該佔有的聲音 因為他現在有個中主權 中文主權在 中文主權在 中文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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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的節目更加重要 亞視近年的自家製作產量大減 就算有 都是以成本最低的清談節目為主 這些節目的收視率 有時低到只有零點 但卻卻佔用大器電波來傳送 免費的電視和大電波 應該是照顧港大觀眾的利益 原則上我們的出發點 都是製作給港大觀眾看的 只不過有時我們的步伐走得太前 或者有時我們說的內容比較深奧 我們亦有很多人稱讚亞洲電視 覺得我們現在的節目很適合他們看 很思考性 有些人只會說 有一晚如果沒有看八週 當時睡不到覺 究竟大器電波有多珍貴 現時全港有五條頻道 用作數碼地面電視廣播 一條撥了給香港電台 容納到兩個本地製作頻道 以及轉播央視紀錄頻道 一條由中國移動 投得用作經營流動電視 即是早前香港電視主席王偉基 計劃用來作免費電視廣播 不過最後無功而會 其餘三條頻道 由無線和亞視瓜分 當中一條用作廣播原有的 四個中英文台 另外兩條 各自用作高清數碼廣播 這套是亞視在2007年首套製作的高清劇集 以迎接數碼廣播的開始 當時亞視管理層承諾五年內投資二十多億 更加紅心壯志 推出新聞財經 動感資訊等四個新頻道 不過短短兩年就無以為繼 除了原來的本港台和國際台 亞視目前還在經營著四個電視頻道 節目不僅經常重複 有兩個頻道還租借了給央視綜合頻道 和深圳衛視 那是一個使用大氣電波 要發牌給他的 過去的紀錄 續牌 有沒有說十一月交給他的建議 然後拖到現在二月了 都未有的 沒有的 我現在告訴你 兩個答案 因為近時是行禮如宜的 內閣現在這個行政長官不是 你是不是會接受一個長期 只有1%收視的持牌人 但是霸了50%的免費電視牌照呢 行會一直是按照程序和法例要求 盡快處理有關的申請 我相信 我很反對用霸著牌的這種說法 很多市民的一種誤會 他沒有霸著 是你給他的 這裏多數是綜合組那些做的 譬如今天看《真D》 那些新聞 就在這裡拍 我一直都覺得很奇怪的 為何那個老闆欠個伙計錢 要一個伙計走去擺街邊操作 做一個猴子鬚來籌錢呢 是甚麼邏輯呢 為甚麼不是你自己的老闆 走出去跳驗舞來籌錢呢 如果阿士再是這樣 又解決了一個獻身 繼續續牌給他 是否很奇怪呢 一點都不奇怪 就是桑框 如果你覺得一個奇怪的社會 奇怪你便很奇怪 沒有做阿士藝員十年後 在2010年 他再次在阿士良上 不過當時阿士的本地新劇 已經縮減到 只剩下每年三至四部 他演出的片集 亦都是外判製作 為甚麼他還可以營運下去 還有幾個人搶著說要 白武士好像是來拯救你 做生意的事 怎會有人真的拯救你呢 如果你洩到入獄 你爸爸也未必拯救你 我聽到有些人不太理解 因為那是一個投資 怎會突然間會有一種任務呢 我們收到三家的照片 獲法庭委任為 亞士獨立監管人的 黎家欣 負責為亞士密息買家 他透露三個潛在買家 都有傳媒背景 和財政實力 不過亞士主要投資者黃晶 而買家的出價低 現在還要討價還價 這個沒有合不合理 它不是一間普通的公司 它有一個電視牌 在這裡 即是不多的 當然你說有光纖 但光纖相對來說 亦有它的限制 和大氣電波不同 我只能說一件事 就是再拖下去 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好事 根據政府在2007年頒布的 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 當非政府服務提供者 對頻譜需求出現競爭 當局傾向以市場主導模式 管理頻譜 現在亞士獲配使用 珍貴的大氣電波資源 卻無法善用、順用 另一方面 前年已經原則上 獲發免費電視牌照的 奇妙電視 和香港電視娛樂 想在大氣電波頻譜上 分一杯羹 就不被政府採納 究竟目前頻譜的分配 是否有為政策原意 通訊局在回覆我們的時候 沒有正面回答 只是重申 兩間電視台申請牌照的時候 只要聶榮會以顧網傳送經營 當時的想像是這樣的 要善用大氣電波 令觀眾可以有更多選擇 亦提高節目的質量等等 而這個想像是 在真問權政府年代 大家一直嘗試朝著目標去進發 但因為新的政府上台之後 政策很明顯改變了 而是由一個放鬆的狀態 走到一路收緊的狀態 究竟兩間新免費電視台 何時開台 通訊局說 牌照申請的最後程序已經完結 局方在一月 已將建議送交行政會議審批 面對財困 亞視管理層 繼續變賣資產和節目版權 農曆新年前 亞視員工要到下班前一刻 才知道公司籌到錢 發放12月和1月的薪金 而同日早上 亞視有高層 甚至安排財務公司 免息借錢給員工過年關 不斷是這樣的消息 會覺得公司的同事 為了出糧或幫同事 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想最後的責任都可以回到行政長公 他為何要這麼刻意地 當初不發牌給香港電視 為何今天又要 好像很想保住亞視這個牌 亞視的變化 跟香港的變化都很相似 都是一些內地的人 當他們有一個權力的時候 他們就做一些事情出來 就很違反香港之前 那個幸久以來的核心價值 在歷史上來說 他始終是第一間話語電視台 但是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限 其實他是不是也有一個歷史任務 已經結束了 最好看 之後我們在舔中的頭部 只要是一天 可否就做了 我們來跟它玩 kaf局 對 海底 你 我們在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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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站在舔中